基隆市議會即將在2月23號召開臨時會 基隆市議會議長童子偉將首度主持會議 在議會秘書長李同誠和議事組主任黃連茂等人陪同安排預演 希望讓議會開議後的議事運作一切順利圓滿 那我們把相關的一些方案都準備好 也相關的一些法條也都研究一遍 那我們希望在這個23號開議後可以順利來進行 那也期待大家給我一些鞭策跟指導 那我們會持續努力的謙虛的學習 童子偉也視察議事廳內以及女廁等無障礙設施改善 縱視也保障行動不方便需要坐輪椅的 基隆市政府社會處長楊玉欣來議會備詢 感受新議會的溫暖和陽光 我們把這個議事廳裡面在這個桌子旁邊 設計了一塊這個無障礙空間 方便我們局處長的進出 那我想這個也符合現代化的需求 那我覺得我們把這個位調整好 所以我們這次也一併把局處長的這個座位的順序 做了些許的調整 配合這個大家進出的方便 那我想接下來希望這個 在議事運作的過程中可以順利 社會處長的座位也特別調整擴大 方便有一名助理坐在處長席旁邊協助照顧 另外議長也到女廁了解無障礙設施的改善情形 做了一個無障礙廁所的空間 然後到這個無障礙的空間廁所 其實這也符合現代化的潮流啦 所以我們本來就應該 就應該把這些設施 跟準備做好 然後方便所有 不管是局處長的需求 還是議員或是民眾的需求 我想這本來就應該符合我們這個相關的規定 所以我們就一併做改善 然後調整 那未來我想這個環境空間都應該是在符合我們現代化的需求 而為了打造全民級開放的議會議長通知委也到議事組了解 從電腦可以檢索議員們的議案提案以及問證的情況 讓一般市民好朋友從電腦就可以連接基隆市議會網站進行查詢 一起關心監督市政府和市議會 所以我們這一次本個會期 第一次提出的這個議事檢索 也就是說我們在基隆市議會的官網 民眾就可以來查詢我們所有議員在過去的所有提案 你只要輸入關鍵字 就可以看到我們你所選出來的議員 名義代表有沒有幫你整體提了哪些案子 然後也可以看到連署人連署哪些議員 然後讓這個議事的這個透明化 那同時呢 我們整個半年本來就會有一本的議事錄 現在同步也可以在官網上 就可以看到這半年的整個議會運作的過程 文字然後它就像翻書一樣的頁面 就可以呈現出來我想希望可以符合我們時代的潮流 市議會開議後除了提供網路直播之外 也和中家寬屏吉隆有線電視公司合作 將在有線電視上播放市議員的總質詢 方便各年齡層各族群全民 來了解市議員衛名喉舌監督市政的努力 另外也提供了這個議員的總質詢的轉播 這是我想是一個多元化的服務市民 然後也可以讓我們所有的民眾來看看 透過有線電視的方式來看我們議員的總質詢 然後跟市府的搭訊 我想可以透過這幾種方式逐步的 我們讓我們符合時代的潮流 然後也讓多元化的服務的精神可以展現出來 議長童子偉強調會逐一實現自己上任議長時 誓言打造全民開放和陽光議會的承諾 不負市民所託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